第二百集 桑琪琢磨了一会儿 忍不住失笑 俯额道 难怪你凡是亲力亲为 总不再落惊 跑到各地去宣传什么科举 原来却是别有目的 顾平川啊顾平川 你 瞒得我好苦 说着不满的抬手 在他胳膊上拧了一下 当然并未使太大力气 只是打闹玩笑罢了 并撑道 那我问你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的时候 你为何不告诉我 告诉了你 你还能自然而然地 做出与我为敌的模样 顾平川错了口茶 反问道 而后云淡风轻地笑笑 解释了一句 还是不告诉你比较安全 而且我担心身边 始终有着温元的眼线 也不敢说出来 怕暴露自己 唉 丧妻摇头叹气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同情地说 卓文远那个人 狡猾精明 想获得他的信任不容易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是啊 当中的心酸艰险 一发千钧 写成传奇画本 定是一出好戏 然而告诉别人 去博取怜悯或者心疼 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顾平川没有抱怨 也没有吐苦水 只是轻描淡写地 应了一声 草草将这一过程带过 只道了一句 还好 他最近急于要见桑奇 本就是来送这块糖藕 传达给他 关于这块糖藕中 隐含的信息的 将糖藕送到之后 他又从腰间 解下了一枚环佩 放在了桑奇眼前 示意他去看 桑奇这时才明白 他为何总说 让他至少看自己一眼 这枚环佩和当初诗会上 燕云之以赔给宋洛天 一个新彩头的名义 送给他的那枚 本是一对 他将其拿在手里 细细磨缩 眼底便泛起了 欣慰的笑意 然而顾平川 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什么 窗外便响起了 一阵急促的铜铃声响 他怕桑佩放在桑奇这 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盲又拿了回去 一声说 我不能久了 先回去了 过几天再想办法 给你弄些药材来 桑奇忙点点头 擦着眼泪起身相送 不忘盯住 安全要紧 切记多加小心 顾平川站在大殿门口 临开门之际 停下脚步来 回眸看他 剑眉修长 英姿毅力的面容上 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 说不清 道不明的伤感 被桑奇敏锐地捕捉到 他唇角青阳 温声道 放心 我自然一切安好 嗯 那就好 顾平川稍微上前一步 离他近些 眸光微动 陈音良久低声道了句 快乐 别急 说完 若有若无地 轻轻拥抱了桑奇一下 而后 拔腿便要走 忽听桑奇在背后 音色清脆地换了一句 明泽 一停下来 便被桑奇重重地 在身后拍了拍肩膀 郑重地说 保重 隔着意料感受到 他掌心的温度 顾平川的双手 在宽大的长袖遮掩下 轻微颤抖 不动声色地应了声 你也是 这才推开门 快步离开了文正殿 前脚刚走 后脚便响起了 卓文远御驾到来的通传声 桑奇顾不上目送他的背影 急忙跑回店中 让玉树赶快将糖藕藏起来 自己则擦去脸上的泪痕 坐在桌前 洋装刚刚喝完那碗 绿豆莲子羹 玉树见卓文远一只脚 已经迈进店了 眼急手快地将骨碟放回石盒中 把这个石盒光明正大地 放在了桌上 心想 反正石盒长得都大同小异 伪装成刚才自己 从御膳房拿回来的 也未尝不可 卓文远果然没识破 上前一看 露出一丝笑意 说道 今日肯好好吃东西了 桑奇忍着雷鼓般的心跳 语气淡漠地应了声 总饿着的话 哪有力气给你添毒 卓文远大笑一通 细血地说 你能这么想 我也就放心了 那我之前说的是 你可考虑好了 嗯 桑奇平静地应了一声 低谋把玩手上的白玉荷花碗 考虑好了 但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不能再度我尽踪 第二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能强迫我 卓文远想都没想 轻笑了一声 说道 好说 你收拾一下 明日便可搬出文振店 带到卓文远走后 桑奇和玉树同时松了口气 桑奇又将了石盒打开 凝视着里面的糖藕 打从回到洛京之后 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到安稳 好像突然知道了 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始终有一个默默陪伴的战友 便一下子有了从头再来的勇气 顾平川的到来 果真给他带来了光亮 从微盲到辽阔 照得他的世界豁然开朗 原来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 南烟人没有放弃洛京 燕云芝也没有放弃他 那么他在洛京做的一切 也就都有了意义 所以他也不能轻言放弃 桑奇沉思良久后 打起精神来 换了玉树一声 说道 把这块糖藕丢掉吧 我们也该收拾收拾行动了 在文正殿里被软禁了半个多月之后 这日清晨 桑奇终于能在雨林卫的监视下 回到自己府上 与玉树和管家一起收拾形状 桑府上下忙忙碌碌 四周有人奔走不停 有人从里往外搬东西 也有人从外往里搬 大大小小的紫檀木雕箱 很快就堆满了前厅 里面有沉甸甸的金银 也有需要小心轻放的瓷器 上面都寄了喜庆的红色布条 只有桑奇自己的小院里还算安静 玉树正带着两个丫鬟 将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擦拾得光洁鲜亮 一尘不染 桑奇则自己在书房里 亲力亲为收拾书架 虽然书本上干干净净并没有灰尘 也都搬了下来 用鸡毛胆子彻彻底底清理了一遭 而后他又拿出了燕云芝给他的那张情简 思绪飘回诗酒趁年华的那年 想起那夜的放歌纵饮 只觉依稀还在昨日 桑奇思绪飘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外头玉树在叫他 问他收拾好了没有 才赶忙说道 快了 就来 又将那张信件加回到书页中 连同其他书册一起放回了架上 然后放好尘胆 推开了房门 问道 使声到了 是 小姐 玉树道 我们该到门口候着了 桑奇应了声好 便抬步向外走 玉树跟在他身后 又向他确认了一遍 真不用带什么东西吗 桑奇笑了笑 不用 反正到时候总不会缺了我们的 边说 边往桑府大门走 一路路过花园 路过垂花门 路过前厅 整个桑府 窗明激进 焕然一新 因着这片土地上 有这样的习俗 家中若有女儿出嫁 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等着夫婿上门迎娶 今天正好天朗气清 汇丰合唱 是个好日子 在桑府众人忙碌 却并不太激动的氛围里 府上的小姐桑奇 出嫁了 来迎接她的 却不是她的夫君 而是一顶八台金顶 洪曼庄式的公轿 请不吝点赞订阅